一一向前穿过的小饼 大不了自己成全自己的梦 这场日过后天空会放晴 人潮依旧未窒息我拥抱 你也在其中 拱着太紧 香水未恨思雨 失恋的人 随时会发脾气 当年过雨 记忆和你 还在风里 还拿不住 忘掉它的勇气 我们向前穿过温泳 未曾颜色穿 幼儿切切似语 就当门光过 这场日过后天空会放晴 人潮依旧未窒息我拥抱 一零三十中 行了 你来一零八八一只起草三黑的 现在就只能是放假了 我虽然不是领导 我说的话也不算 但是我相信领导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好 踏踏实实 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老板 哎 朋友 你好 好 想要点什么花 我是一零八八的人 是我们台里的史庚云介绍我来的 他说啊 你这是品种齐全 价格又合适 最重要的是老板啊 您很会做生意 哎呀 给我讲 给我讲 我都是做小本生意 哎 你们一零八八 我认识很多熟人哦 哦 都有谁啊 哎 出来了个史庚云 我还认识一个帅哥 就是那个陈墨 我每次送花的时候啊都是她下来拿的 后来呢 我还认识一个美女 就是那个周月一 哦 就这么三个人啊 四个呀 今天不就认识你了嘛 嘿嘿 以后啊 你叫我威风就行了 好 好 那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好 啊 就这样 小管姐 哎 嗨 今天怎么有空 有吃饭东西啊 我想你了呗 哎 让我看看你啊 哟 春风满面粉面寒春呀 哪儿呢 小管姐 啊 进去看看 看什么看啊 这男装啊 哎呀 看看嘛 你俩天窗有什么可看的呀 哎 服务员 这钱包多少钱啊 五千包 嗯 我要了 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谢谢 你买这么贵东西送的谁啊 我爸要过生日了 买来送给他的 哎 陈梦 哎 又是给市公园的吗 哎 不是 来 那给谁的 一个帅哥 叫威风 我跟你说 他刚上我哪儿去了 他叫我送出花来 我一看那个地址 跟那个人名吧 威风 这不就是他自己嘛 哎呦 我都搞不懂了 你们台里边的人 怎么这么流行 给自己送花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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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威风哥 你的花 哦 哦 放桌上吧 哎 这花 是米洛花店老板送来的吧 哦 哦 我看你好像跟他很熟啊 不熟 是吗 哦 之前使更云的花 不是都是你下去接的吗 哦 是 但是 跟人没怎么说过话 人家挺忙的 哦 这样 呃 没事的话 坐下来聊一会儿吧 啊 坐 好 这两天周一也没来上班 活都压在你身上了 辛苦你了 没事 不辛苦 你说这事情 怎么会这样呢 你觉得会是周一一吗 呃 这事我不知道 哦 我就想啊 周一这个人 我还是挺了解的 他有时候的确很冒失 但是不会傻到 在背后说主持人的坏话吧 而且他刚来不久 对台里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你觉得呢 这事我真不知道 哎呀 在我看来呢 我就希望始作勇者能够站出来 做人嘛 就应该敢做敢当 如果让别人背黑锅的话 这未免太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件事 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而且我一定要查到底 哎 在我看来的 这件事情 说说也就算了 可是牵扯到别人 让别人替他受雇 那这个人的人品 未免也太差了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风哥 我们家搬家了 搬得挺远的 正好和蓝姐是一个方向的 他每天都能捎我一顿 我挺感激他的 我挺感激他的 有一次 蓝姐请我吃饭 我多喝了两杯 这嘴一快 就给说出去了 可他答应过我的 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 可我哪知道他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更云姐 那个谣言是我传的 我在这里郑重地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接受我的歉意 好 上官姐 咱俩好不容易见面 按理说呢 这顿饭该是我请你的 不过你也看到了 我刚才荷包出血 所以咱这顿饭AA制好吗 你要这么说 今天我请你 别 咱还是AA制 这样啊 谁都没负担 行 怎么都行 我爱吃这个 上官姐 你是不是最近特别不顺心啊 没有啊 怎么了 我就觉得 看着你特别憔悴 有吗 有啊 你看 这眼角都有细玩了 这儿啊 哪儿这儿啊 对 这就有细玩了 而且你看看这腰 你也比前段时间胖了不少吧 对了 上官姐 我还听说你撞举了呢 什么撞举啊 旅行找艳遇呗 什么旅行找艳遇 我那是寻找真爱 外面怎么传呢 没 他们没怎么说 他们说你特别豪爽 而且二话不说辞了职 就把钱给花光了 其实 这寻找真爱 也不用跑那么远 也许真爱就在你身边呢 这么说 你找到真爱了 马路吧 马路吧 你们认识啊 他不是跟那个周一搭档过吗 我见过 你们两个是怎么好上的 据我所知 他进电视购物台 没多长时间啊 是这样的 他刚来的时候 业务不是很熟练 我呢就帮了他不少 后来吧 他就特别猛烈地追求我 已经很久没有男孩 像他对我那么好了 所以我就被感动了 你知道吗 上回我们频道去郊游 集合的时候 我晚回去了一点 把他急得满山找我 生怕我出事 后来找到我的时候 他差点没掉眼泪 上官姐 你知道吗 马路这人身上最闪光的地方 就是他特别单纯 但是 像现在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男人 真的不多了 真恶心 这瘦不好吃 我找到那个洗手间图去吧 主编 那个洗手间的哪儿 恶心吗 很好吃啊 李皮真厚 倒天还说得天花轮水 你就是我不要了 否则用你什么事啊 我把你带走 你带走 我把你带走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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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空吗 我想见你 阿罗 对不起 我戒酒了 我怎么不知道 怕再喝出问题来 你是不是 还在跟我赌气啊 没有 你就是在跟我赌气 你就像个小孩子 一旦没有称心如意 就想尽办法引起别人的注意 尚光业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引起你的注意啊 你和小金不合适 你错了 我和他太合适了 他对我特别好 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 那我怎么一叫你你就出来啊 你看见我这个疤没有 在这儿呢 头顶上 来 这个疤呀 是我上学的时候 为了女孩子打架留下的 我曾经发誓 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我为你破了结 不过现在看来 一点都不值得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别再来找我 别再来找我 谁呀 谁呀 你这是花瓶吗 弄点水 把它插起来 怎么 想改行啊 改行擦皮鞋 要不把我这双眼擦擦吧 我已经辞职了 你还想怎么样 擦皮鞋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你 精力挺旺盛的嘛 有事要快说 没事赶紧走 我来是通知你 明天开始上班 你要再怎么消极代工的话 我可要扣你公司了 你没听清楚吧 我已经辞职了 不干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领导了 别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好 陈墨 已经承认了 他也向史公云道歉了 我也向你道歉 让你受委屈了 怎么 你还要我当着全台人的面 向你道歉吗 好吧 明天台里见吧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喜欢1088 我也不稀罕 虽然我喜欢电台工作 但是我怕在1088待久了 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好 如果你这点挫折都承受不起 就想放弃 你还敢说 你热爱电台工作吗 好 马璐 这是给你的 什么东西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 我打开一看是男士的 估计他送错了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给你吧 这别人给你的东西 你还是留着吧 没关系的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我不太需要 马璐 中午我们一块吃饭吧 不好意思 我约了客户开会 走了 马璐啊 我到了 到哪儿了 电台门口啊 你不是约了我中午一起吃饭吗 对不起 我忘了 我刚才为了夺小金 我就离开台里了 然后顺便就把和客户开会的时间提前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忘了告诉你了 没事没事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就当出来散心好了 你再开车我就不跟你说了 拜拜 依依 依依 我就走了 你就那么恨我呀 依依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你这儿我来过 上次你不在家 上官爷偷偷让我上来的 可现在我来了 他却走了 难道我们三个就不能凑到一块吗 我们三个曾经可是最要好的朋友 怎么就弄成现在这样子了呢 别想这么多了 我帮你换个干净的床单被套 你今晚就睡这儿吧 我要和你睡 依依 我真没想到我还能有今天 能和你躺在一张床上聊天 我以为我都永远地失去你了 都过去了 嗯 感情上的事是过去了 可工作上呢 你还真准备辞职啊 嗯 还有曹燕 上次他假装你男朋友 我还真相信了 其实 你们俩还看上去挺好的 他现在是我的领导 而且 他有女朋友 我对他不会有任何想法 这不就行了 人家领导都上门道歉了 你还不赶紧回去 我不 你还不赶紧回去 我知道你想回去 睡吧 再见 总结好 好 准备好了 行 加油 好 嗯 英语谣言国家 最近你住在小酒店 并不是很满意的 收到的额线 好啊 哎 依依姐 你怎么来了 你该不会是犯错误了吧 又被领导骂了 我非得有事儿才找你啊 我在家发现了这个 以前考六级的时候用的 现在用不上了 搁在那儿怪浪费的 我就给你带过来了 天哪 依依姐 我们现在都用MP3了 你真的得与时俱进了 啊 这样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说明你还是随时想追我 那是哦 哎 罗阳 拿了 依依姐 罗阳 你终于发现我了 我还以为你的眼里只有娃娃呢 我们来买泡面 买的紧食堂 哦 对了 有一种新口味的 你们要不要尝尝 我去拿 不用麻烦了 我们自己来 昨天 你们忙完天啊我先走了 待会儿到我办公室一趟 好 好 依依姐慢走 走了 王王 嗯 嗯 有时候啊 我宁肯吃方便面 食堂的菜啊 都一个味道 吃都吃腻了 您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不急啊 坐下聊两句嘛 我待会儿还要做节目呢 周一 我们不能像朋友那样聊天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手里压了一堆事 得赶紧处理呢 可是你刚才的借口 是要上节目啊 你就直接交代工作吧 好吧 好 这样的 你呢去发个新闻通稿 是关于我们听友会的 我们台的内部杂志 时尚电台 要发一个专题 好 有什么要求吗 嗯 简单明了 不用太长 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眼就行了 知道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好吃的呀 对了 姨姨怎么在这儿啊 她现在在1088上班 来 我给你做的 什么 寿司 可是我刚刚才吃完方便面 好好好 没事 我不吃那个了 吃寿司 试试看啊 好不好吃 可以 不错 这是什么 好吃 谢谢 对了 这个周末寿巴季日 你可不可以跟我妈还有我 一块儿吃墓地 好啊 阿姨 您坐前面吧 没事 我坐后面就行 我忘了带水了 阿姨 我去给你买 刘真这是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吗 您觉得不方便吗 您觉得不方便吗 那倒没有 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怪我 没跟您说 我跟刘真又好了 哦 明白了 我知道 在您心目中 刘真 一直不是儿媳妇的人选 但是我希望您为了我 能尝试跟她相处 好吗 我的看法不重要 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行 好吗 阿姨 给您水 谢谢 好 好 阿姨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还行吧 最近我还去了一次旅游 我妈这趟去了好多地方 像周游列国一样 没你那么夸张 阿姨 您都去哪儿了 也没几个地方 不像你的行业 整天四处演出 今天这儿明天那儿的 也是身不由己啊 妈 刘真没你说那么忙 像最近他们公司 就没给她安排工作 我想在曹燕身边多待一阵 多待一阵 喂 张静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要一点才能下班了 你睡不着 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打会游戏 我们都上网 网上见 好 就没有给你 都没有帅 过来 回来 那你 好 上班还打游戏呀 西蒙的节目十一点才开始 我现在还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领导要是觉得不合适 我不打了 不用不用 你别那么认真嘛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稍等一下 张静啊 我们领导来了 我不跟你玩了 好 拜拜 你见过的 张成俊的女朋友 她不是 是啊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她现在失恋了 我就是想陪陪她 对不起 我可能说得太多了 我们两个 是不是没法说话了 你要不然跟我公事公办 要不然就拒人千里 我们还是不是朋友 我们还是做上下级好了 做朋友 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尺度 随你避 曹燕 回来了 回来了 什么 你看 这些都是我搜集的旅游资料 我们出去玩一趟吧 反正我现在也歇着 后边可就说不准了 可是我现在天天有直播 根本怎么开 那你周末不是有两天的时间吗 周末能干吗 就两天而已 我们可以去近的地方啊 你连足够了 好了 再说吧 我先洗把脸去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啊 哪儿有啊 以前跟你说去旅行 你都很开心 可是现在 我现在真的忙去不了啊 那你以前也直播呀 不会照样腾出时间 跟我一块出去吗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刚接手1088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算我们现在真的去了 心里也不踏实 是吧 我明白了 现在工作重要 你看 安璐 我要请你吃个饭 对不起 没空 你是真没空啊 还是只对我没空啊 走吧 陪我吃一个饭啊 走了 没空 走了 马璐 你发现没有 每次咱俩闹别扭 大度的那个都是我 总是我求和 好了 你别生气了 这顿饭就当我向你赔罪 你别生气了 好吗 服务员 再帮我们加到餐具 我们还有一个人 谁啊 小新 来来来 来 这边 你坐这儿吧 今天真高兴 现在跟我频道 我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了 难得约在一起吃个饭 马璐 下午还有录像 抓紧时间赶紧吃 急什么呀 这时间还早呢 小金 你吃个这个 这个特好吃 马璐 你吃个这个 然后再吃点肉 马璐 小金可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 现在小金又手把手带你 你得叫我师祖 小金 你以后会慢慢了解马璐的 他这个人啊 以前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他老拦着我不让我点 我心想 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过后来慢慢发现 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其实马璐 还是挺会关心人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吃饭了 好像还有周一一吧 你忘了 有一阵我手头紧 你不仅请我吃饭 还去超市给我买了好多东西呢 两大包呢 我心里别提多感动了 马璐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对身体好 他不爱吃蔬菜 他就喜欢吃肉 这男的是不是都喜欢吃肉啊 谁告诉你的 我就爱吃蔬菜 你看他搁的 不过以前 他比现在还搁呢 我们俩见一次吵一次 不过后来 我们俩连吵架 都成为一种乐趣了 你看 你看你吃的 满嘴都是油 你看你吃的 满嘴油 你怎么这样吃的 这儿擦了 你们俩慢慢吃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别走 你们俩不是一块录像吗 一起走嘛 你走了吗 张光燕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了 你故意把小金叫来 你什么意思 我请你们吃顿饭怎么了 大家都有同事嘛 怎么了 有问题吗 难道 你们不只是同事关系 我跟他就是同事 那不就得了 你现在脾气 可真是越来越大了啊 不过我告诉你马路 我的好脾气也是有限度的 你别老跟我吹胡子瞪眼的 我好心好意地请你们吃顿饭 怎么了 又成我不是了 要不是因为你 周一能给我翻脸吗 要不是周一给我翻脸了 我才不会找你吃饭呢 我不就是想找人吃个饭 陪陪我 我不那么孤单而已 好 我以后 不来找你就是了 你干吗 坐下 小金是个好姑娘 下次你别这样了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我知道 我们俩的问题不在于小心 在于你太以自我为中心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 所以不论我怎么对你都没有用 但是现在 你看见小金对我好 你就不乐意了 你想把我抢回去 这不是爱情 这是占有余 你怎么对我没关系 可是你刚才的做法伤害了小金 我希望你做人不要这么强势 你是否可以变得善良一些 多从别人的角度 多考虑一些 我希望你会变得善良一些 当城市的灯火又亮起 有一道电波会记住 我和你 最爱这一刻轻轻的呼唤 Hello 我和你一顿 但愿你能听得见 永远有多远 我们找寻着答案 请给你讲述的故事 令我很温暖 总感觉你在我身边 那首歌还没唱完 再给我一点时间 Hello 你不听得起 尽管你不听得见 你不听得起 好 你不听得起 我和你不听得起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有热心人 我显现你描述的笔案 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凭着记忆里的声音 感谢观看